大家好,我是黑生,关注黑生,健康瓜科 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小小的习惯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揭秘一些可能让你震惊的事实 关于骨质疏松还有你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 骨质疏松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骨质疏松会让骨骼变得非常的脆弱 很容易就发生骨折 典型的比如说胸椎的骨折,腰椎的骨折 或者髋关节的一个骨折 那这些骨折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外伤性的骨折 反而是一些轻微的撞击 或者不慎的跌倒,甚至打个喷嚏咳嗽一下 都有可能发生 那么严重的影响着老人的生活质量 还有可能导致脊柱的厚凸 脊柱的这种曲度增大 严重的影响行走 骨质疏松导致的这种骨折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 很多时候会让老年人卧床时间延长 然后增加很多很多的并发症 那么你可能也已经听说过骨质疏松的恐怖的后果 但是你知道有哪些日常的习惯可能是罪魁祸首吗?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两个可能导致骨质疏松的生活习惯 希望大家注意这些不良的习惯 从而能有效的去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 第一个不良的习惯 那就是长时间的缺乏运动 很多人很喜欢坐在院子里长期不运动 但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就是这么一个习惯就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隐形杀手 缺乏适度的一个运动 有氧运动还有重力负荷的这些运动 是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那骨骼是一个活性的器官 也就是需要受一些力的刺激才能够形成骨质 那适当的运动 尤其是这种重力的 有这种负荷的这种运动 可以促进骨骼的生长和发育 那么增加这种骨密度 那具体来讲 比如说这种散步啊 快走啊 慢跑啊 跳绳啊 等等这些有重力负荷的这种运动的话 有氧运动的话 是可以促进骨密度的增加 从而能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 那么第二个不良习惯就是吸烟 吸烟啊 它的危害不仅仅是我们的肺 它其实对骨骼也有直接的影响 有很多研究啊 都证实吸烟与骨质疏松 和骨折的风险增加是有关的 主要呢 与这个吸烟啊 导致这个影响这个磁激素水平啊 有关系 吸烟呢 是可以促进这个肝脏 对这个磁激素的分解代谢的 降低这个磁激素的水平 那磁激素对维持这个骨质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磁激素水平降低的话 会加速这个骨啊 它的一个转换过程中 这种破骨细胞活性增加 那骨质疏松就会加剧 很容易就导致这个骨质疏松了 所以呢 尽早的戒烟对这个骨骼健康 是很有帮助的 那戒烟呢 是可以减缓这个骨质流失的速度 来去降低骨折的风险 那想知道如何让你的骨骼 啊 永保青春吗 这里有三个秘诀等你来探索 那接下来啊 就告诉大家如何通过这三大秘诀 让你的骨骼保持青春 那第一个秘诀啊 就是丰富的蔬菜 对维持骨质啊 非常重要 那比如说啊 第一个就是含钙量比较高的这种绿叶蔬菜 比如说芥菜啊 这种菠菜啊 卖菜啊 等等 其实都是可以提供钙质的 那钙是骨骼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营养素来源 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 那第二个就是含有维生素K的这种蔬菜 是可以帮助啊 吸收钙质的 这个维生素K呢 可以帮助钙定着在这个骨头上 防止这个钙质的从骨头这里流失 比如说略蔬菜 西红柿黄瓜啊 等等 南瓜啊 这些菜花啊 等等都是还有维生素K的 大家可以经常吃 那第三个就是蔬菜呢 就是含铭的这种蔬菜 铭呢 其实对骨骼也是有帮助的 像菠菜西兰花等等啊 这些深绿色的这些蔬菜 都是还有丰富的铭元素 可以帮助啊骨骼啊 吸收钙质 增强这个骨的密度 好 那第二大秘诀是什么 除了这个刚刚讲的绿叶蔬菜 第二大秘诀呢 就是多吃奶制品 奶制品 比如说牛奶啊 酸奶啊 奶酪啊等等 都是预防啊 改善这些骨质输送的最佳食物之一 这些奶制品呢 其实还有丰富的钙质 维生素D等等这些营养素能够啊 有效的去促进这个骨骼的健康 有研究表明呢 每天摄入两到三份的这种奶制品是可以降低骨折的风险的增强这个骨密度的建议呢 每天呢可以喝一到两杯的这种牛奶啊或者酸奶搭配一些奶酪来去获得啊这种预防骨折的啊这种啊作用 那么具体来讲一般来讲一杯250毫升的这些牛奶当中就有290毫克的钙质啊 接近了我们每天摄入钙的啊三分之一啊 所以含钙量就很丰富的 另外呢同样大小的这种原味的酸奶当中也有200多毫克的钙啊也是非常丰富 所以呢建议大家啊积极的喝这些奶制品尤其是进入更年期以后呢啊这种骨骼的骨量的流失会比较加重 特别是女性那么每天来一杯钙奶高钙奶那么就能够让这个骨骼啊获取充足的营养 来去远离骨质疏松的困扰 那么第三个方面啊经常接受阳光的照射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阳光下的每一步啊你在散步的时候在阳光下其实都是为你的骨骼注入活力 但你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吗那么就是因为阳光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合成这个维生素D 那维生素D呢是可以帮助身体啊更好去吸收和利用这些钙质 从而呢增强骨骼的密度 如果是没有足够的维生素D的话那么吸收这个钙质的量只有15%到20% 那维生素D充足的话那这个钙的吸收能够达到30%到40% 所以研究表明的老年人如果长时间缺乏这个日照 那维生素D的合成就会不足就会直接影响到钙的吸收不了 加速这个骨质的流失 那么维生素D不足啊还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也会增加 所以呢每天在阳光下啊阳光充足的上午在公园晒晒太阳晒它一到两个小时 那就保证我们身体啊足够的这个维生素D的合成来去帮助这个钙质吸收和利用 平时呢也可以吃一些富含维生素D的一些食物 比如说蘑菇啊那这样子来补充这个维生素D 那么在追求健康的路上我们也要避免一些误区 那么下面啊我将为你揭示啊哪些可能啊是一些补钙的误区 那关于老年人骨质疏松啊是存在一定误区的 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那第一个误区就是过量的去补钙 钙啊很多人啊都知道啊这个很重要 那老年人听说这个骨质疏松要补钙 然后呢就盲目的大量的补充这个钙片 但是过量的补钙不仅仅无益 反而会增加这种圣洁时的一些风险 而且呢啊这种补钙片当中的一些钙质啊吸收利用率啊 其实啊很多时候啊还不如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个吸收率高 所以呢盖的补充一定要适量 而且呢还要应该从食物当中去获得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误区就是啊很多人说这个包牛骨汤啊猪骨汤啊能够补钙 但是实际上这个包汤汤里面的这些钙质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少的 通过这种方法去补钙其实是效果非常不理想的 甚至呢可能还会增加一些高尿素血症啊高胆固醇血症啊等等啊 这些风险 好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仅仅依靠补钙来去治疗这个骨质疏松 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 那事实上骨质疏松的发生与激素啊运动啊药物啊等等 很多因素有关系的 仅仅通过补钙来去治疗 很多时候不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所以呢我们一个要防止刚刚讲的这种骨质疏松 同时呢还要通过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 增加这个维生素低的合成 这样子才能够改善一个预防骨质疏松 同时呢必要的时候啊还要寻求医生的帮忙 这个也很重要 包括就是用一些药物来去治疗这个骨质疏松啊 是很重要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主要就是跟大家讲如何来去更好的补钙 如何来去破除一些补钙的误区 如何知道哪些行为习惯是导致这个骨质疏松缺钙的一个罪魁后手 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啊大家都能够有所说过 也希望大家呢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能够学到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 好的关注黑医生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